台北市夜市拥有许多人气美食 每年米其林公布的毕比登推介 也有多项榜上有名 市长处为振兴夜市经济 推出台北夜市指南 结合11处夜市与美食街 五大轻旅行路线 民众指定滤镜拍照上传脸书 就有机会周周抽iPad 所以在夜市里面 你可以很放心地来享受我们的美食 可以有光景 台北市今年接下来 还有很多的促销活动跟振兴活动 如果可以呢 可能的话我们现在 有一个教会休暴卷 大家都知道 休暴卷里面一张市井卷 就有将近五千万的金额 就是一个人可以有五百万 总共十万份 因为上网来抽签的话 有十万份 有十万的人 可以到我们的夜市去享受这个市井卷 其实每个夜市都用美国它自己 不同的这些事 一呢 零下夜市而言呢 它就是所谓的叫做环保夜市 除此之外呢 它也是全台湾第一个 融获这个经济部呢 去认定这个五星期的夜市 那至于你说市林夜市 它比较属于一个观光型的夜市 它除了美食以外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不知道就适合他去买球鞋嘛 去买衣服嘛 那至于呢 在台大附近的公管夜市呢 就是大概比较属于一个学生 就是 那所以这样的每个夜市 它都有每个夜市 它的一个特色 那么刚刚就成为了 部署班所说呢 现在疫情稍微趋缓了 那么市政府在这个时候呢 来去办理这个夜市打烤器 希望呢 所有的朋友 不管台北市的朋友 以及呢 反正台湾所有的朋友 看到有这样的活动呢 都可以赞我们在这个夜市打烤器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来台北 去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 另外今年也推出网路票选 夜市美食活动 让全民为自己所爱的 夜市美食应援 投票也有机会抽iPhone 13 Sony耳机 Switch 美食兑换券等好礼 还可在夜市使用悠悠妇 单笔消费满50元 即可获得现金回馈金15元 再抽100元回馈金 邀请民众在做好防疫规范下 逛夜市 品尝台湾小吃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请接着带我报告